大家好我是小甜心 现在呢在香港的家道里到这边呢 今天过来刘德华家这边看看 没想到刚好看到他们家正在做工程 街上各种各样的豪车啊 来来往往的 有工作人员呢在路边指挥车辆 很用心很负责 卡车上有工作人员正在用吊车啊 把一袋一袋的东西往刘德华家的屋顶搬呢 楼顶上有工人在那边帮忙的 应该是楼顶准备维修吧 35号是刘德华最早以前买的豪宅了 隔了一条街就是张国龙先生以前住过的地方了 刚好对门对面的是邻居 大正午的太阳好毒天气炎热啊 出来拍视频出了很多汗要多喝水 不然会中暑的 工作人员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工作中 现场有人一直在维持交通秩序啊 安全意识很强的 刘德华家以前过来拍的时候 外墙上绿植盖住了房子的面貌啊 现在一半的绿植已掉了 房子外贸露出来了 玻璃都是黑色的 私密性很好 这栋豪宅年代久远 是刘德华年轻的时候买的第一栋房子了 这个别墅区的绿化面积做得很好 环境优美 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点个赞点个关注 来播强烈推荐吧 下期见拜拜 拜拜